哇 山上的空气就是清新 话说阿黎同学 你不是自认为很聪明吗 那我考考你呗 好啊 如果我输了 我就把初吻给你 有必要玩那么大吗 我可以拒绝吗 你别那么激动吗 都带雪的人了 好啦好啦 开玩笑的啦 你问吧 以后不要再开这种玩笑了 这样会让我的迪奥不难度误会的 那我问了哦 你知道这座山的台阶有多少节吗 山下到山顶 我上山的时候 开无聊就数了一下 1314啊 这还用数吗 全校同学都知道 难道你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啊 这是历届学长学姐留下来的传说 只要在这座山的山顶表白 就能成功哦 因为台阶是1314节的关系 两人一起走上来的话 寓意就是一生一世 难道这不是黄毛同学 带我上来的原因吗 什么啊 我是因为去人多的地方 会感觉不自在 所以就带你来这里了 哎呦 黄毛同学你脸红了哦 是因为跟我这么漂亮的女生站在一起的缘故吗 所以不敢和我一起去人多的地方逛街 还不是这样呢 况且我也是第一次来学校后山 更没听说过这种莫名其妙的传说 算了 如果下次再出来的话 我带你去远一点的两右山 没想到黄毛同学居然也会期待下次和我一起出来 我是说如果 如果下次有出来的话就去两右山 很会骂黄毛同学 两右山一共有520节台阶 寓意我爱你 说错了 不是两右山 是秦喜山 秦喜山 1372节台阶 寓意一厢情愿 那那若在山 若在山很高哦 20475节台阶 寓意爱你是幸福 那就去是昭山 是昭山 147节台阶 147 宜世青 隔壁的九昭山 1573 宜往行山 长木山 1711 宜心一意 石木山 1920 宜就爱你 别说了别说了我已经腿软了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你刚才说的那些山明的前两个字分别排成两排念一遍 两右山 秦喜山 若在山 是昭山 有昭山 长木山 是木山 那你居然是一首诗 两行 若是九长诗 又起在昭昭暮暮 活活活活 所以说古人的智慧是不容小觑的哦 本视频硬币过三万 咱们下期再见 硬币越多 速度越快哦